逆变器 逆变器是一种把直流电压转换成交流电压的电路 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用电器只能工作在交流电压下 比如电灯、电冰箱、电视机等 就连日光灯也是交流电压才能工作的 但有些场合交流电压不可获得 比如停电或者在野外的环境中无法直接获得交流电压 这时我们有电池这是一个直流的电压 就需要用逆变器把直流电压转换成交流电压 给交流用电器供电 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应急灯 这种便携式的应急灯里头有电池 电池向逆变器供电 逆变器把直流信号转换成交流信号 给应急灯里的日光灯进行供电 于是我们在没有交流电的情况下也能使用照明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所以逆变器在工业生产以及生活中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在电子设计从零开始这本书中 我们有许多实验都需要使用到交流电 由于直接使用220伏的试电进行实验有一定的危险 所以我们将制作一个逆变器 把电池的直流电压转换成低压的交流电压 然后这个交流电压可以为以后的比如电容 电感等的实验进行供电 这样我们整个C33电子设计从零开始套件呢 就不需要使用到任何的试电 以保证实验的安全 接下来我们将在面包板上连接一个逆变器 看看我们如何把直流电压转换成交流电压 在电路图上有一个5555集成电路 这是逆变器电路的核心器件 我们首先把5555集成电路插到面包板上 它的左侧有一个半月形的小坑 其下方对应的是一号管角 首先我们按电路图把一号管角接地 然后管角二和管角六是连接在一起的 并且呢 有一个0.1微乏的磁片电容接地 所以我们拿来这个0.1微乏的电容 把它将555的管角二和地线连接起来 然后再使用跳线 把管角二和管角六连接在一起 下面的是1234 然后56 所以管角六在这 我们拿来一个跳线 把管角二和管角六连接在一起 像这样就连接好了管角二和管角六 这个电路的管角三是输出 所以呢 我们把输出引到面包板的一侧 便于观察 可拿来一个跳线 把管角三呢 给引出来 和一对推腕的放大器之间呢 有一个电阻 这是一个100欧的电阻 把它连接进去 然后这个100欧电阻的另一端 连接两个三极管的B级 我们从C33套件中拿来这两个三极管 这里使用的是TIP31和TIP32 TIP31是NPN型的三极管 TIP32是PNP型的三极管 正对着这两个原器件 它的管角依次为B、C、E级 所以呢 最左侧的是B级 两个器件都一样 所以在电路图上 原器件的B级呢 连接的是电阻的这一端 所以我们拿来这个 首先拿来NPN型的 这个三极管TIP31 把它和这个电阻的这一端相连 所以呢 我们为了布局的科学美观 可以把这个三极管插到上面去 像这样 然后这个是B级 B、C、E 所以B级将和这个连接 使用一个跳线 把它和电阻连接 这样电阻就连接到了三极管的B级 然后再看这个TIP31 NPN型三极管的C级 接电源正 所以呢 中间的这个管角是C级 它将接电源正 我们拿来一个跳线 把它的C级 也就是中间的这个管角呢 接到高电屏上去 好 像这样就连接好了 它的C级和电源正 它的E级将和另一个三极管的E级相连 所以我们可以先预先用一个跳线 把E级呢 引到下面来 接下来我们连接 PMP型的这个三极管 PMP型的这个三极管 TIP32 正对着它左边呢 是B级 于是呢 B级将和这个电阻的这一端相连 我们把它插进去 好 然后中间的这个管角是它的C级 它的C级在电路图上看是接地的 所以呢 我们用一个跳线 把它的C级和D线连接起来 好 C接地 它的E级和上面的这个三极管通过这个橙色的跳线已经连接好了 接着输出的信号由一个电解电容偶合出来 我们使用一个1000V阀的电解电容 这个电解电容呢 有一侧有一个银色色带 这一侧呢 为负级 另一侧为正级 所以正级的这一端和两个三极管的E级的公共端相连 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个跳线 把这个三极管的E级的公共端呢 稍微引出来一下 像这个样子 然后呢 把这个电解电容呢 给插上去 像这样 然后电解电容的负级呢 连有一个EV亨的电感 我们拿来这个EV亨的电感 注意在C33电子设计从零开始套件中 由于这个元器件呢 在国内采购的 所以可能跟我手上拿的这个电感的外观有所不同 但是功能呢 都是一样的 而且电感没有正负级之分 它的一端呢 和电解电容的负级相连 我们把它插进去 好 那它的另一端呢 将和变压器相连 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预留 待会作为变压器的连接端 好 我们继续往下连接电路 看看555的管角4 它是接电源正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拿来跳线 把它的管角4呢 接电源正 管角4在这 用一个跳线 然后呢 再拿来一个跳线 把它跨接到上面这一部分去 像这个样子 然后呢 再用一个跳线 连接到它的电源的正极 电源正极通过跳线 再过来和管角4相连 所以管角4已经接到了电源正上 再看管角5 管角5有一个0点 01微乏 也就是0点 也就是103的这个直辨电容呢 连接到地线中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跳线 把管角5给引到一侧 像这样 然后呢 再用跳线 给它连接到下面的这一排 面包板的这个排孔上头 最后呢 由这个103的这个磁片电容 把它连接到地线中 像这样就连接好了这个电容 再看管角6 刚才我们已经连接好了 它和管角2短路 然后呢 在管角6和管角7之间 有一个电位器 以及一个电阻 所以我们把管角6 稍微引出去一些方便连接 这个电位器和电阻 所以把一个跳线 试着看看用这个紫色的跳线 把管角6给引出来 好 这是管角6 管角6上呢 连接的是电位器的两个管角 注意这个电位器呢 有三个管角 这个是滑片端 另外的两个呢 是固定的电阻端 是固定的电阻端 我们把这个短路的跳线 可以把它和这个管角6 这一排排孔呢 给短路起来 然后把电位器给插进去 像这样 好 这样呢 电位器的两端呢 中间的这个滑片端和旁边的这一端 就短路在一起了 然后旁边的这一端 用一个电阻连接 它和管角7 这是一个 用一个100千欧的电阻 这是这个100千欧的电阻 它和管角7相连 我们先把它和电位器的一端相连 插到面包板上去 像这样 插进去了以后 这个地方呢 就要和管角7连 我们拿来一个跳线 把它和555的管角7相连 好 管角6 在这出来 经过电位器到一个100千欧的电阻 然后和管角7连 那接下来管角7呢 还要有一个10千欧的电阻 接到电源正 我们拿来这个10千欧的电阻 它和管角7以及电源的正极相连 我们可以这么给它插进去 好 这是管角7连接这个电阻 没问题 最后就是555的管角8 它和电源的正极相连 所以呢 拿来一个跳线 把管角8以及电源的正极呢 给连接起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 现在管角8已经连接好了 最后供电呢 使用的是6V的电池盒 好 像前面一样把这个红色的管角呢 接到下面一排 黑色的接下面一排 好 好 这个电路连接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如果打开电源开关 打开电源开关以后 其实在电感的这一端和地线之间 就会输出一个交流的信号 我们可用C33.61 所制作的PC示波器 来观察这个输出信号 我们如果到目前还没有看到 C33.61这个PC示波器的制作 可以先在这个地方暂停一下 把C33.61的PC示波器的这个电路呢 先制作出来 然后呢 先检测一下这个电感的输出端 看看是不是有一个交流的信号 如果有的话呢 我们再把变压器给连接进去 接下来我先对这个刚刚连接好的 逆变器的这个波形发生的电路呢 进行一下检测所使用的是 C33.61的这个PC示波器 可以先看一下PC示波器的视频 里头有几个视频呢 详细说明了这个示波器电路的连接 以及使用方法 这里呢 我们大概提示一下 就是这个是PC示波器的输出 它是一个立体声的插头 它呢和计算机的 麦克风的这个插座呢 相连接 我们给它插进去 然后PC示波器的输入端呢 连接的是逆变器的输出端 然后我们检测一下 看看交流信号 是否在这里成功出现 好 我们接下来用跳线 可以把它这个逆变器的这个输出呢 给引出来一下 像这样 然后把PC示波器的鱼佳 和它相连 黑色的呢 连接的是地线 然后两个红色表笔呢 可以都给它加到这个逆变器的输出上 这样呢 我们就连接好了逆变器的这个交流输出端 以及PC示波器 然后我们在计算机上运行一个 电路飞翔所免费提供的PC示波器的软件 就能够观察到这个波形了 好 在计算机上运行这个PC示波器的软件 看到这个软件呢 我们可以先选择设备 选择microphone high definition audio这个选项 然后呢 就单击开始按钮 这样PC示波器就开始采集 由PC示波器这个输入端口 所输入的信号了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信号 是逆变器的输出 这是逆变器从电感所输出的信号 我们看到这个信号呢 有一个频率 接下来我们要调节这个逆变器的输出频率呢 大约为50赫兹 因为我们知道试电呢都是50赫兹的 所以在使用交流电的时候呢 我们都需要达到50赫兹这个条件 所以呢 我们要把逆变器的输出信号调定为50赫兹 用改锥调节逆变器中的这个电位器 好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选择的横轴是5毫弗每格 于是呢要调节电位器 使得整个交流信号的一个完整的波形 占大概是4个格 也就是4个格呢 也就是20毫弗的时候 整个波形的周期为20毫弗 它的频率呢 也就是50赫兹 所以呢我们调节这个电位器 使得这个输出的交流信号 然后占大概4格 好我们看一看 现在呢频率有提高 好继续的调节 继续调节一下 把这个频率再调高一些 现在呢差不多就占了4格 我们可以在PC示波器上停止一下 看一看具体的这个波形的频率是多少 好我们看复半周占了1格多 正半周也1格多 只有3格 所以这个频率呢 有点偏高 我们还可以把频率再调小一些 好按反方向调节 使得频率呢变低一些 好大概这个我们再停止一下 看一看 这个时候呢 大概正半周两格 复半周也差不多两格 还差一点 还有点高频率 所以呢我们再开始再调节一下 慢慢的调节 这个时候差不多我们再看一下 给它停止一下 好 就这样类似的慢慢的调节这个电位器 我们将使得输出的这个交流信号呢 接近50赫兹 好我们停止 现在看一看好 现在从这里看它的正半周和复半周都占了两格 所以呢占了四格整个完整的周期 也就是它的周期为20毫伏 现在它的输出信号达到了50赫兹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逆变器的调节呢 也就完成了 此时呢 逆变器输出就是50赫兹的交流信号 符合我们需要的条件 调定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PC示波器给拿走了 把这些都断开就可以了 好 通过刚才使用PC示波器的检测 我们已经知道了 在这个逆变器的输出端 也就是这个电感的输出端 形成了一个50赫兹的信号 这个交流信号呢 频率为50赫兹 和我们试电所产生的这个交流信号的频率相同 所以呢 我们可以继续完成这个电路的连接 把变压器拿来 在套件里头拿来这个变压器 需要注意呢 我这个手上的变压器体积比较大 它的功率呢 也比较大 在这个电路里头呢 稍嫌有些浪费 在C33电子设计从零开始 套件里头所使用的那个变压器呢 比这个体积要小 但是外观非常相似 它是一个金属外壳 然后呢 有线圈和硅钢片 构成了这么一个可以转换电压的一个元器件 我们拿来这个变压器 通常呢 它都有几个银角 通常红色的这个银角呢 为高 电压较高的一端 也就是 如果作为降压变压器的时候 使用它是初级线圈 而蓝色或其他颜色的这个线圈呢 这个银角呢 是次级线圈 但是我们逆变器主要的功能是要把电压抬升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形成的一个交流信号 它的电压幅度是比较低的 我们要通过变压器把这个电压呢 稍微抬高一些 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个地方 它能产 它所产生的这个交流信号的电压呢 我们可以拿万用表来检测一下 注意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万用表拨到交流电压的测量档 也就是ACV的这个档位 好 我们可以拨到 比如说ACV的200伏 然后用表笔呢 对它的输出进行一下测量 看看它的电压幅度有多少 我们一端呢 接在这 另一端接在这 因为交流信号是没有正负级之分的 所以这两个表笔呢 怎么接触都可以 现在我们看它的输出电压 大概呢 只有1.9伏 两伏不到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才有两伏 电压比较低 对于一般的用电器来说呢 都无法使它供电正常工作 于是呢 都用一个升压的方法 把这个变压器拿来进行 电压的这个提升 好 作为升压的时候呢 变压器就需要注意了 我们需要把这个初级线圈啊 初级线圈定义为这个里头 扎数较小的 而次级线圈呢 定义为扎数较多的 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变压器里头扎数 但是用颜色呢 比较好判断 在这里 就要用红色的呢 作为这个 次级线圈 注意我们在升压的时候 用红色的 这个引脚呢 作为次级线圈 而蓝色或者是其他颜色 有可能是其他颜色的 这个引脚呢 作为初级线圈 好 既然是初级线圈呢 就是首先连接到 这个部分里头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 跳线给拔去 然后呢 用变压器所提供的 这个引脚呢 直接插到电路里头去 像这样 我们把它插到 这个输出端 然后另一个 引脚呢 接地啊 是另一个输出端 像这样 好 这样 这个变压器就连接 进电路里头去了 然后刚才我们测得的电压 是1.9V 2V不到 经过变压器的这个升压 我们应该能在 这个红色的这个引脚上呢 获得一个较大的电压的读数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万用表再拿来 然后呢 把这个表比呢 和这个变压器的两个输出端相连 我们看一下 好 现在看 这个读数呢 达到了11.2V 11.2V的电压 它明显比刚才我们测得的1.9V 有了很大的提升 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个初级线圈这里测量一下 把表比呢 放到初级线圈这里测量一下 我们看到它的读数现在是2点多V 刚才有一个飘移 这是正常的 现在呢 初级线圈因为连进了电路 所以使得这个电压呢 略有提升 这是正常的 现在有2.4V的这个输入电压 2.4V的输入电压输入给变压器 经过变压器的升压后 我们得到了啊 我们再测量一次 我们得到了啊 11.2V左右的一个电压 所以呢 通过变压器 我们进行成功的升压 把电压呢 从2点多V升至了10点多V 这样子这个10多V的电压就比较适合于给一般的用电器供电了 所以如果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电路呢 我们由电池盒所供的电呢 是直流电 经过逆变器的变换 在这个端 形成了一个交流信号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交流信号的电压不会很高 因为呢 电池盒只有6V的 经过电路的一些处理之后呢 在这里形成的交流信号我们该测得它的电压也就是2V多 2V多的交流电压呢 通过变压器的升压 在这一端啊 在这一端获得了一个较大的电压 有10V以上 就比较适合用于供给一些用电器 所以呢 这个电路成功的实现了直流电向交流电的转换 并进行了升压 制作完成的这个逆变器 将在以后帮助我们完成许多Z33中的实验 比如电容和电感等 所以呢 可以把这个电路保留下来 同时 Z33.61 PC示波器的这个实力呢 在后头也会使用它来测量一些波形 所以也可以把这个PC示波器的电路呢 给保留下来